大家好,欢迎来到时光者的世界。 今天为你解读的是父亲巴菲特教我的事。 没错,这里的这个巴菲特就是我们都熟悉的那个古神沃伦巴菲特。 一提起古神巴菲特,大家讨论的往往是他的那些投资理念, 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巴菲特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而这本书就能带我们近距离地感受他的育儿之道。 有古神做爸爸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可能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锦衣玉石叱咤金融圈,继承巨额家产。 但是看完这本书,你会发现还真不是这样。 巴菲特一共有三个孩子,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生人, 有趣的是他们长大之后做的事都和股票没什么关系。 大女儿苏西开了一个真知品商店, 大儿子豪一是一位农场主摄影师, 小儿子彼得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的作者, 他是一位作曲家,也是三个孩子里比较出名的。 1990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与狼共舞》里, 就有一段音乐出自他的手笔。 另外,他还凭原创配乐, 赢得过美国电视界最高荣誉爱美奖。 虽然作者彼得从小不愁吃穿, 上学上钢琴课也不愁费用, 但是他从父亲巴菲特那里得到的物质支持, 其实也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多。 从书里我们能看到, 成年之后他从父亲那里拿到的钱, 基本上只有爷爷留下的一笔九万美元的遗产。 在他步入中年之后, 父亲宣布会把自己大部分的财富都捐出去。 虽然作者和哥哥姐姐每人从父亲那里接手了一个十亿美元的基金, 不过是慈善基金, 里面的钱也全都是要捐出去的。 听到这里, 你可能会想, 即使是这样, 但光是巴菲特儿子这个身份本身, 就会给他带来很多的隐性好处呀。 的确是这样, 后面呢我们也会提到其中的一些, 不过这个身份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烦恼。 比如, 作者从小就经常听到别人说, 你是沃伦巴菲特的儿子, 可是你看起来好普通啊。 长大后, 别人听说他没做金融而是在搞音乐, 下意识会打听, 音乐人? 哦, 那成功吗? 这就是他要面对的烦恼。 作为股神的儿子, 你可以不搞投资, 但不可以不成功。 很多精英家庭成功人士的孩子, 其实都有类似的烦恼, 他们从小生活在一种比较中, 生活在父母的影子下, 生活在人们的期待里, 他们如果成功, 人们会说, 他是谁谁谁的孩子吗? 如果不成功, 人们又会说, 就这, 还是谁谁谁的孩子呢? 所以, 巴菲特对于子女教育, 有个一直以来的看法就是, 一个所谓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 他的这把金汤匙, 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插入他后背的一把金匕首。 为什么呢? 可能他虽然不缺钱, 却从小缺爱, 可能他躺在财富上, 丧失斗志, 浑浑度日, 可能他因为怕父母失望, 被迫地选择了不喜欢的职业, 可能他得到了成就, 却得不到属于自己的认可, 这些都会让那把金汤匙露出锋利的边缘, 闪烁胸光。 一些人可能会觉得, 这都是有钱人的无病身影, 但事实上, 几乎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 都要思考这些问题, 爱与物质, 奋斗与躺平, 资源与能力, 外界期待与个人选择, 这些都不是仅仅属于某一特定人群的人生难题, 这些题解不好, 出生时的一手好牌可能洒落一地, 但解好了, 一手烂牌也可能打出锦绣人生。 那么作者呢? 在他看来, 在人生的牌局上, 自己目前的表现还不错, 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富有, 而是因为他很幸福, 他从事着自己钟爱的事业, 做着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 不为过往的任何一次关键选择后悔, 他很庆幸自己的金汤匙没有变成金匕首,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父亲巴菲特向他传授的人生哲学。 企业家李开复在看完这本书之后说, 人人都知道学巴菲特投资, 但现在我的心体会是, 更应该学巴菲特做父母。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作者从父亲巴菲特那里吸收到的那些人生哲学。 用巴菲特的话说, 他的这三个孩子是中了投胎的乐透奖。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一出生就腰缠万贯吗? 并不是, 其实在作者十几岁以前, 巴菲特还没有成为古神, 从小到大, 作者一直住在一幢平平无奇的长得像仓库的房子里, 吃穿也很普通。 如果说他家的房子有什么优势的话, 那可能就是他离作者母亲从小长大的地方只隔着两条街, 所以在作者小的时候, 他经常会从自己家走去外祖父母家。 他形容说那段路程就像一段爱的走廊, 无论走到哪一端都有大大的拥抱在等着他。 他的童年回忆里充满了冰淇淋的甜蜜, 糖果的缤纷, 邻居们的善意微笑, 招手, 还有那些热心帮他的功课辅导。 但是他也明白, 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拥有这样一个充满爱和关怀的成长环境, 所以他和他的父亲巴菲特都承认这是很幸运的一件事, 也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中了投胎的乐透奖。 这个乐透奖跟金钱和物质条件没有任何的关系, 它无关乎房子大不大, 而是房子里是否有爱, 不在于邻居们是不是富人, 而在于邻里间是不是热络, 能不能相互照拂。 这样的成长环境给了作者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 就是情绪上的安全感。 长大后的他, 心中总保持着一份底色, 就是相信人总体来说是好的, 愿意怀抱善意和感恩, 去对待生命中遇到的人和事。 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对慈善事业也抱有很大的热忱。 很多人会认为穷孩子和富孩子在行为模式上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社会学的调查发现, 这两类孩子里有极端行为取向的可能性几乎一样大, 他们当中都有孤僻封闭, 胆小怯懦的, 也有脾气火爆, 叛逆滋事的, 而造成这些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家里的经济状况, 而更多的是跟家庭环境是否有爱和谐稳稳定有关。 所以成年后的作者也深深地感受到, 父亲给他带来的最大的幸运, 不是后来古神事业的成功, 而是让他从小就生长在一个充满爱与温馨的环境里。 好, 我们继续讲后面的事。 从作者十几岁开始, 巴菲特的事业越做越成功, 家里也越来越富有, 但是作者看到的是, 家里的很多事情并没有变, 他依然需要做家务来换零花钱, 父母为人处事的态度也没什么变化, 父亲巴菲特依然习惯穿着他的卡齐布裤子与羊毛衫, 每周还是工作六天, 专注得像是灵魂出窍了一样。 为什么金钱没有改变父亲呢? 作者意识到, 是因为赚很多钱从来就不是父亲做事的目的。 他对工作极其用心, 是出于热爱, 是因为这项工作具有挑战性, 让他兴奋。 这也呼应了后来父亲跟他们说的, 不要把钱放在第一位, 因为回报可能随时消失, 要找一份你热爱的工作, 然后把工作本身当成目的。 金钱很可能会尾随而来, 但他从不是前行的方向。 作者在自己和一些周围人的成长经历中感受到, 如果父母热爱自己的工作, 对工作充满了激情, 那么孩子就能更加关注工作本身的价值, 也会想要去寻找自己的热情所在。 但如果父母经常表现出不喜欢, 不尊重自己的工作, 只是把他看成一份没法避免的苦差事, 那么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观念。 比如作者看到过一个悲哀的例子, 有一家人, 父亲是一名相当成功的投资银行家, 他赚了很多钱, 但是却很讨厌这份工作, 每一天都盼着赶紧退休。 也正因为这样, 所以他总觉得自己应该从工作里拿到更多的钱作为补偿, 于是他就更加卖力地工作赚钱, 但是这又让他更加不快乐了。 再来说这位父亲的儿子, 他很崇拜父亲, 也想成为像父亲一样事业成功的人。 长大之后, 他进了房地产行业, 干得很不错, 但是曾经他父亲的烦恼在他的身上也出现了。 他跟作者说,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自己的工作, 但以前我都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一个人还可以喜欢自己的工作。 从小我看到的就是, 父亲受着工作的折磨, 喝着威士忌, 吃着阿斯匹林, 然后就飞黄腾达了, 我以为事情就该是这样的。 但是后来, 这位儿子状况越来越糟, 终于去接受了心理治疗。 在治疗中, 他意识到, 自己从父亲身上汲取的并不是真正的职业伦理, 而是一种遭罪逻辑。 这种逻辑本身是不对的, 它是很多人眼中通往成功的道路, 可它吞噬的却是个人的身心与灵魂。 这位儿子终于决定停止这样的生活。 他开始思考, 我真正想做的是什么? 抛开薪资与冥望这些外在事物, 什么才是真正吸引我的事? 后来, 他选择了心理咨询作为自己的职业方向, 因为心理咨询曾经帮助他走出困境, 他也想为别人做一些这样的事。 而在遇到作者的时候, 他已经成了一个能从工作中收获快乐的人。 他说, 这段经历给他补上了非常珍贵的一课, 这是他从小没能学到的, 那就是工作就应当是工作的回报本身。 这其实也就是作者从父亲巴菲特那里领悟到的那条人生哲学, 要关注工作本身的价值, 寻找自己的热情所在。 那么作者后来是怎么发掘自己的热爱, 走上音乐这条路的呢? 虽然作者从小就展现出了一些音乐天赋, 但是他真正决定走上音乐这条路, 还是上了大学以后的事。 18岁那年, 作者进入了斯坦福大学, 当时他的父亲巴菲特已经成了名人, 有很多的人脉资源。 作者也在书里承认, 是自己的家庭背景, 再加上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格雷厄姆写的那封推荐信, 把他送进了斯坦福大学。 这样的事儿在美国倒是不少见, 很多的私立大学都会把一些入学名额留给名人大亨或者杰出校友的子孙们。 那么巴菲特送儿子去斯坦福, 是想让他将来进入哪个特定领域, 成为一个什么精英吗? 并不是, 作者说他的父母并不会明确地告诉他应该做什么, 成为什么样的人。 相反, 他们一直给孩子们灌输的观念是, 你可以自己选择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但问题是, 作者刚进入大学的时候还是比较迷茫的, 他还没有选主修专业, 也没有对哪个学科特别的感兴趣。 而且他也不太自信, 不确定自己配不配上斯坦福。 也因为是这样, 他决定尽可能地把自己在校园的时光用到极致, 不浪费自己能接触到的这些教育资源。 所以他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选了尽可能多的科, 包括哲学、文学、基础科学等等。 在这种广博而丰富的学习中, 他获得了很大的快乐, 而且整个大一, 他的父母也一直没要求他尽快确定主修专业, 充分给了他享受知识的自由。 一开始作者还没有意识到这份自由有多珍贵, 直到有一天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那天他路过宿舍楼的门廊的时候, 听到一个认识的女生在跟谁打电话, 情绪很激动。 作者悄悄地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 他看见那个女生沿着走廊往这边走, 边走边哭。 作者问女生出什么事儿了, 结果发现女生是喜极而泣。 他说自己刚才跟父亲敞开心扉, 讲了自己现在学医有多崩溃, 真的不能再继续了。 讲了很久, 他父亲终于松口了, 同意他不用做医生了, 做律师也可以。 女生讲到这儿, 擦干眼泪, 笑着说, 这是不是也太美好了? 作者愣住了, 他知道这个时候自己该说点支持的话, 但当时他唯一的念头就是, 等等, 这就完了, 做医生还是做律师, 在人生那么多的可能性当中, 你只能从这两个里面选一个。 这件事儿让他开始意识到, 他拥有的这份自由是一件多么稀缺的礼物。 由此他也想到了一个问题, 到底什么是特权呢? 很多人会觉得生来有很多的钱, 衣食无忧就是特权。 但是, 作者意识到, 一个人能享有的真正的特权, 是能在最大范围内拥有选择的自由, 是能在开阔的视野中度过一生, 而不是被挤压进某个预设的狭小空间里。 这也是父母所能给予孩子的最珍贵的礼物之一, 比金钱要珍贵得多。 后来, 进入大学二年级之后, 作者开始感觉到, 跟他接触到的这些学科相比, 自己还是更想把音乐作为职业选择。 也正巧, 就在那个时候, 他继承了一笔家族财产, 大约九万美元, 是爷爷留下的。 这也是巴菲特家的一个传统, 每个孩子长到十九岁的时候, 都会拿到一小笔财富, 这也是他们能继承的全部财产了。 那么, 应该拿这笔钱来做点什么呢? 巴菲特家对这个并没有限制, 作者的哥哥姐姐在拿到这笔钱以后, 很快就花光了, 但是作者不想这么干。 考虑再三之后, 他做出了一个慎重的决定, 离开斯坦福大学, 用这笔钱开一个自己的音乐工作室, 用一段时间来搞明白, 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在音乐上做出点名堂。 他把这个叫做用金钱换时间, 也就是用这九万美元遗产, 换来了这么一段探索职业道路的时间。 这个决定并不轻松, 但回想起来, 作者认为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独立做出重大的人生选择, 也是与当时内心的纠结、 不安全感, 还有对于外部期待的担心, 达成了一种和解。 从这里开始, 作者正式走上了追寻音乐梦想的道路, 他租了一间小公寓, 在里面配置了必要的音乐设备, 从接零散的小单子给广告作曲开始, 逐渐发展到出了自己的专辑, 开始给影视作品创作配乐。 多年后, 他又开了自己的音乐会, 拿到了不少奖项, 过程中虽然有不少波折, 但始终在前进。 那么, 父亲巴菲特在作者发展事业的这条路上, 发挥了哪些作用呢? 如果说直接的帮助的话, 好像我们只能找到一条, 那就是, 在作者决定离开斯坦福, 用那九万美元开音乐工作室的时候, 巴菲特帮他制定了资金预算, 好让他能靠这笔钱生活得尽量久一点。 这是直接的帮助, 还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比如, 作者在给广告作曲了一段时间之后, 开始寻找给电影配乐的机会, 这个时候, 他面临一个选择, 就是要不要搬到洛杉矶去。 传统的观念是, 无论你有多大的能力, 只要你想从事电影行业的工作, 就得搬到洛杉矶, 在那儿结交关系, 打听消息, 寒暄套近乎。 但是最终, 作者没有去洛杉矶, 而是选择了另一个离他很远的, 更宁静的城市, 密尔沃基。 他说, 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受到了父亲巴菲特的影响。 在巴菲特刚创立他的投资公司, 伯克希尔的时候, 纽约是金融世界的绝对中心, 人们都觉得, 你要是想干投资, 就得去纽约, 去华尔街。 但是巴菲特不这么看, 他认为, 投资这件事, 需要你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有自己的判断, 而在一群人扎堆的地方, 你很可能就会陷入从众心里, 当你跟着大家去追逐热门的时候, 很可能就忽视了一些本该注意的价值挖地, 所以他决定留在奥马哈市, 按自己的想法做事。 而作者选择不去洛杉矶, 也是类似的想法, 他认为在那里他会很容易去跟风, 去做那些热门的曲风, 或者模仿近期最成功的原声音乐, 但是这不是他想要的, 他想要发展自己的音乐风格, 把自己打造成一块独特的价值挖地, 吸引跟他契合的伯乐。 作者是幸运的, 他在密尔沃基创作的第一张专辑《等待》, 市场反响很好, 也吸引了一些影视制作人的注意, 由此打开了事业的新阶段。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以外, 其实你很少能在作者摸索职业方向, 还有发展事业的过程当中, 看到他父亲的身影。 但是作者认为, 这正体现了父亲巴菲特的教育理念, 支持, 鼓励, 但不干涉。 在作者刚上大学很迷茫的时候, 父亲鼓励他多尝试有兴趣的事, 多审视自己的内心, 寻找自己的热情所在。 在作者决定辍学开音乐工作室的时候, 父亲没有反对, 还帮他规划钱怎么花。 而在作者二十出头, 终于决心以音乐作为一生的职业追求的时候, 父亲巴菲特跟他讲了一句话, 他一直印象很深。 巴菲特说, 儿子, 咱们俩其实做的是同一件事, 音乐是你的画布, 伯克希尔是我的画布, 我很高兴每天都能在画布上添几笔。 作者说, 对他而言, 有这样的一番话已经足够了。 好, 最后这部分, 我们来聊一个在书里的很多章节都有涉及的问题, 就是我们该怎么选择自己的职业归宿。 对于这个问题, 巴菲特的回答已经很明确了, 那就是选自己热爱的。 但是, 这件事并不容易, 很多人即使在工作多年之后, 也还是不清楚自己热爱的事情是什么。 巴菲特也明白这一点, 找出热情所在, 是一个辛苦又玄傲的过程, 也有机缘的成分在。 所以, 它给了孩子们充分的自由空间。 它知道, 在这个过程中, 父母如果施加压力, 可能会适得其反, 让孩子更看不清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不过, 光有这样自由鼓励的家庭环境还不够。 作者认为, 一个人想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归宿, 还必须拥有一种能拷问自己内心的能力。 拷问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书里归纳出这么三条。 首先, 如果你现在心里已经有一个职业归宿的候选了, 那么可以问问自己, 我想选这个职业是因为我真的喜欢它, 还是因为别的? 比如, 别人希望我走这条路, 或者这条路比较好走。 在书里, 作者讲到, 他也曾经短暂地考虑过, 要不要去华尔街发展, 去做投资。 但是后来, 在拷问了自己的内心之后, 他发现, 自己之所以会为这个选择心动, 并不是因为自己想走, 只是因为这条路好走。 如果他进这一行, 肯定会有很多人想招他, 会有很多资源向他倾斜, 会得到特别的关照与栽培, 但是除此之外, 就没有别的了。 所以后来, 他没有去做投资。 他说, 虽然表面上看, 这个选择很精明, 但是从更深的角度来看, 这样的选择更像一种对命运的沉浮, 一种想象力的失败。 但另一方面, 他也说, 如果他真的能感觉到, 自己对金融投资有一腔热血, 那他也会义无反顾地去追求它。 即使将来会有人说, 他能做到这一切, 都是因为他爸爸, 那就让他们去说吧, 毕竟, 如果找到了想倾注全部心血的事情, 那又何必在乎别人说什么呢? 作者说, 像这样, 认真地拷问自己, 是否真的想做一个职业, 是没有人能为你代劳的。 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决定, 该把一腔热血撒向何处。 好, 如果你感受到了, 有一份职业就是你很想做的, 那你敢不敢就选定它了呢? 很多人并不敢, 因为我们经常会有一个担心是, 虽然我挺喜欢这个工作内容的, 但是我好像做的也没有那么拔尖, 我真的能选它做职业归宿吗? 作者也有过类似的烦恼, 书里提到一件有意思的小事, 说2008年, 作者举办自己的音乐会, 父亲巴菲特也去凑热闹, 还跟他合奏了一曲, 然后说自己是来看看当年在儿子钢琴课上的投资收益怎么样了。 作者说, 其实他当时就想问问父亲, 你说的是哪次钢琴课呀? 因为他从开始接触钢琴到后来全新搞音乐, 中间有过四次钢琴学习经历, 每次的中段都是他自己主动停下的。 是因为他不喜欢弹钢琴吗? 并不是他非常的喜欢。 那是因为他弹不好钢琴吗? 也不是。 那是为什么呢? 真正的原因是, 他害怕了。 每当他开始跟钢琴如胶似漆, 感觉离不开了, 他就会不安, 会开始觉得演奏音乐这件事变得严肃了。 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 这好像就是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进一步地就很想把它做好。 但是这个时候, 他又很怕, 万一自己的音乐才能其实很平庸呢? 万一将来没法在这一行干出名当呢? 所以他就退缩了。 很多人可能都有过类似的心理过程, 越是在我们在意的事情上, 就越容易犹豫退缩。 虽然在生活当中的大部分领域里, 我们能达到平均水平就已经挺不错了。 但是在职业归宿这件事上, 达到平均水平显然不够好, 我们都不想在一件自己非常在意的事上落了下风。 所以选定职业归宿这件事, 会让很多人都感觉恐惧不安。 面对这种情况, 作者的建议是, 如果没勇气选定, 那可以先用排除法, 也就是先拷问清楚, 我最不擅长不想做的事情有哪些, 这样能大大简化你的选择。 作者自己当年就是用这种方法排除了不少职业选项。 他还有一位作家朋友也跟他说过, 自己早就感觉命中注定要走写作这条路, 这并不是因为他确信自己的才华能傲视群雄, 更多是因为他了解自己的秉性。 他喜欢能把一件事情给自己解释清楚, 找到事物背后的原因。 喜欢在集中精力做事的时候, 身边没有别人打扰, 喜欢自己约束自己, 不喜欢别人告诉他应该做什么。 所以, 在有老板存在的地方, 他一般很难把事情做好, 这就把很大一部分职业都排除掉了。 而当你把那些你不喜欢不擅长的职业选项排除之后, 再在剩下的选项里面找你觉得最适合自己的, 它大概率就是你在现有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解了。 明确这一点也能帮你增强行动的勇气。 最后, 如果选定法、 排除法都没办法帮你找到一个职业归宿的话, 你可以再接着拷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 我必须要有一个终身的职业归宿吗? 作者的想法是, 并不一定。 他认为, 其实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 所谓职业归宿, 它很像是一种引力, 能把我们拖向一个感觉很对的, 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 这样的人生可能会围绕着某种职业展开, 但也可能不是。 也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 寻找职业归宿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打造我们想要的人生才是。 所以, 如果你觉得寻找职业归宿这件事让你很头疼, 那么不妨转换一个思路, 去想想自己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人生。 比如, 刚才提到的那位作家, 他能明显感觉到写作是自己人生的必须要素, 但是他的伴侣并不是这么想的。 他说, 他从来不追求用某种特定的职业身份来定义自己, 他做过很多种工作, 但只是把他们看作一种维持生活的手段而已。 小的时候, 老师问孩子们, 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其他孩子会说, 消防员、 宇航员、 科学家等等, 但他的回答是, 快乐的人。 长大后, 他依然是这么想的, 人们努力干事业、 赚钱从根本上可能都是想让自己活得更快乐, 那么为什么不直奔主题去追求快乐本身呢? 作者认为, 这位作家还有他的伴侣各自代表了一种很不同的人生观, 但这两种都是站得住脚的, 他们充分说明了, 人生的可能性何其广阔, 不管是用心地经营职业, 认真地追求快乐, 还是努力地完成其他的人生目标, 他们所需要的条件并没有什么不同, 都要求我们有耐性, 有取舍的勇气, 有拷问内心的能力。 他们所通往的方向, 都是那幅我们为自己描绘的人生画卷。 好, 以上就是这本书里我想跟你分享的重点内容。 纵观作者彼得·巴菲特的人生, 他说他非常清楚自己拥有很优越的起始条件, 也非常清楚地知道那一切都是父亲的成就, 不是他的, 无论你的父母是谁, 你依然需要弄清楚自己的人生。 回顾成长的过程, 作者深深地感受到, 钱买不到快乐, 价值观是最稳定的货币。 父亲给他的最珍贵的礼物, 不是事业的成功, 而是给了他一个充满爱与温馨的家庭, 还有对他自由选择的充分尊重。 父亲告诉他, 兴趣永远是第一位的, 财富追随兴趣, 而不是兴趣追随财富。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莫过于寻找属于你的道路。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观念过于理想化。 的确, 我最开始也有类似的想法, 但是书里有这么一番讨论, 让我有了些豁然开朗的感觉。 作者说, 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 也就是2021、2022年左右, 全球经济正处在一种令人担忧的不确定性中。 年轻人抬眼看到的未来, 似乎荆棘丛生。 即使是他的父亲巴菲特这样一个, 大家觉得经常能一针见血倒破场里的传奇人物, 这一次也承认自己有些困惑, 看不清了。 但是, 作者认为, 这样令人困惑的时期, 虽然艰难, 但也是一个帮我们卸掉心理包袱的契机。 什么意思呢? 他说, 在过往的几十年里, 人们对于成功的判定标准往往是金钱, 所以人们会一窝蜂地涌去那些金钱所在的地方, 或者说是看起来金钱所在的地方。 比如, 在美国, 20世纪80年代, 最热门的职业是管理咨询, 很快市场上的管理顾问就过剩了, 后来, 热门职业变成了律师, 然后律师岗位也人满为患了, 再到2000年以后, 时代的浪潮转向了金融业, 又是无数人蜂拥而上, 但是2020年后, 这股浪潮又被人工智能盖过了。 而在当下, 2022到2023这个时间点上, 经济环境更加风云难料, 金钱流向不断变动。 这个月被捧上神坛的职业, 下个月可能就会跌落下来。 上一年, 还赚得盆满钵满的人, 下一年可能就不再风光。 往往在像这样经济环境比较严峻的时期, 人做选择会更加谨慎, 更受局限。 这种小心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作者也提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想法, 那就是, 为什么不反其道而行之呢? 如果那些当下看起来最符合主流成功官的职业, 也充满了危险与困境, 那么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去尝试一些更广阔的自己真正想要的选择呢? 如果金钱的流向已经很难预料, 那么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去珍惜那些比金钱更加恒定持久的东西呢? 比如来自你内心的渴望与追求, 它们在金钱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 也不会因为金钱的消失而被夺走。 柏拉图曾说, 未经检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 或许越是外部环境变化莫测的时刻, 越是重新检视自我的难得契机。 在这种时候, 我们更需要记得书中提醒的, 真正的人生不是你继承的那部分, 而是你创造的那部分。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人生的开端, 但可以实实在在地选择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感谢您的支持和关注,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您的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一同加入我们的时光之旅, 一起探索、成长、感受知识的力量, 让阅读和聆听成为一种习惯。